今天回到我们课堂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文件的IO流 那文件的IO流呢 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微函说 可能不是很难 但是呢 你要花很长时间 我呢 挑两个案例 把这个字节名串起来 让可能学子数可以发明一点 那么它是这样的 您看这个类的结果啊 那 这是管理 管输入的类 这是管输入的类 这是 Streme对不对 Bosstreme 他们同时从那个iOS这里边继承 对不对 下面呢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有两个类 就是文件输入的类 就是 文件输出的类 那这里边文件流类的对象啊 就是 如果我想啊 如果我想写文件 在CDR里边它是什么个理念的 用一个输出流 和文件进行关联 这样就往文件里边进行输出 啊 那就这个理念了 啊 这是一个文件 那么接一个输入流 用来往文件里边写东西 就是 就是抗尸抗尸就可以写数据了 然后呢 一样 然后输入呢 输入这是一个文件 用来接一个输入流 那输入流就相当于 相当于文件吧 输入流就变成这个文件了吗 那从文件里边读数据 啊 那这样就这么个理念 输入流 输入流 用来写文件 是这意思吧 那等同样道理 那输入流呢 就是输出流啊 输出流用来写文件 输出输出啊 输出流 是吧 输出流 用 用来写文件 OK 那好了 我们就写个文件吧 先门关他 他说输出流用的类是ofstream吧 用这个类 那管文件输出的吗 那你就用ofstream 用这个类定一个对象 然后呢 用这个对象里边 他里边你看 应该打开文件吧 打开文件和续言一样 你可以用ofstream定义一个 嗯 fos这么一个流 fos流呢 然后呢 你可以 然后呢 再调用这个open函数 去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呢 你也可以什么呢 你也可以 直接定义一个流对象 点open 都可以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演示这个效果 那我们今后include的 首先呢 包含这个同文件 然后呢 fosstream 上次这个吧 我看一下啊 我们把它啊 fosstream啊 用这个 然后我们等会儿看看这个图文件里面长啥样 等会儿再看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开始用这个流对象了 用这个 打开文件吧 你用流 流文件 ofstream 得利吧 ofstream ofstream呢 这样吧 ofstream 在这个情况 我们应该 原来文是cauth 对不对 是这样吧 我们可以这样 f吧 fauth 这是一个输出流嘛 输出流 输出流 可以和文件进行关联 一遍啊 输入流 那这个呢 我们关联的时候 我们这种关联 是吧 这个时候呢 你看一下 这个他应该提供这个类的过程函数吧 这个类的过程还说 他就是这么这么提供的 直接写个文件名 这非常简单 是吧 那你就写个文件名吧 那这个像 刹新 f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样 cpn 冒号下 这样 ts 2.tsd 是这意思吧 那你可能会问老师 那么 是打开文件 还是新件文件 文件存在 还是不是要返冲啊 我们等会再说 那我们先 搞它 对吧 在这里边 可以后面 可以有那个文件流的控制 那我们先这样 先用默认的 那你编译吧 f7编译吧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建一个输出流 和文件进行关联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输出流 就相当于文件了 输出流 你可以看成输出流 就是文件的化身 然后通过输出流 就可以 往输出里面写数据嘛 就可以 就可以写文件了 那这个时候呢 很好用 那平时我们怎么用的 你你COS不是这么用的吗 COS啊 这么吧 就是把hello word留到文件里面去了 把留到这个标准输出上去 那么文件也是一样 那你会发现 它的技术都相通的 诶 hello 然后呢 那来一个选项 no bndl 这样了 你可以留 这个 fout 那你可以 这两个数据啊 都到在这个文件里面去 11 12233 搞定 那同时呢 搞完以后呢 再调入个类子声音 还说 点close 我再搞定 就是文件的关闭 fg编译吧 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写文件了 写文件以后呢 我们再堵文件 堵文件 堵文件 根据我们这个示意图 你应该什么呢 有一个输出流的管道 接到这个文件上 然后进行输出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 你要建一个输出流的管道 那 in f 那那个 in f stree em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默认的方式 f 我们先把这个name 这样的话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输入流 建了一个 建立了一个输入流对象 这个对象和文件关联 那关按链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f in 就可以什么呢 f in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是吧 读文件了 读文件了 读文件应该读到一个内存里面 对不对 那可以 那你可以 像这样 建个内存块 建个buff吧 建个buff 这样流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那当然 你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的读的吧 那我们也一个一个字符一个读吧 c 刹 那如果 那f in 还有概诈 它可以概诈的 对不对 那么当它 啊 这样遇到文件结尾的时候 那么它就 它就出来了 那我们来一把吧 那这个地方 我们用f in 点 该识 该识吧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一个ta 那这个是 刹 斜意识 然后这个地方 斜意识 对吧 然后这个是y2型款 用下面这个 ok 在这个ch.ch等一个 嗯 f in.gas 是吧 搞定 然后呢 如果这样的话 就我们就输出吧 输出标准 ch 这样吧 这样输出嘛 那 那 那这样就 就搞定了 是吧 f7编译吧 还是把这个文件给关闭 别忘了 点 close ok 那f7编译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文件的 呃 写文件和读文件都都搞了 那么看一下 哎 啊 这个地方 这个条件我们写错了吧 嗯 f in gas gas 谁是啊 我们是用的是这个了吧 他用的是这个 那这个地方是这样 应该是不等一个 嗯 uf 那我们放这里吧 我明白他这个 这样也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 盖茨师傅给他介绍了 嗯 嗯 整个我们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那个 就是福嘛 这样 那这样可以了 那我们到瓷板上 我们看看我们的文件 是吧 看一下 是吧 那我们是1.txt 2.txt 忘了啊 是2.txt 2.txt 那你看 就是我们写的这个文件 是吧 那你这么一看 呃 他这个 应该是和我们c元一样 是比较好用的 那这样的话 留给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 你可能会问老师 我怎么样打开一个文明文件 我怎么样打开一个二顶 二顶纸文件 对不对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讲这个细节 现在这个 这个路路通了 对不对 下面呢 我们就看这个细节 那么打开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你看如果我们有个输出流呢 我们用这个 那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他他这个地方打开 你看打开一个文件 并建立 我建立一个输出流来 向文件进行输出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他他是这样 他是iOS 后面的iOS 慢好慢好 如果你不写 默认情话就是奥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理解 如果你不写 默认情话是啥 是印吗 输入吗 读吗 对不对 啊 就这个意思啊 在后面 我们看 我们再看一下 看诗语言里边 我们经常用的 用的这个 这个理念啊 iOS 印 以输入的方式 打开文件 那 以输入的方式 打开文件 对 是吧 那再看这个 这是最佳吧 APP是最佳吧 如果 你看我们 我们在运行 我们默认的情况下 默认的情况下 你看这个是默认 你看 如果 此文件名 已经存在 是不是将其 全部删除 相当于 存在覆盖了吧 如果你想追压 是不是能用 iOS APP啊 所以说 你这东西 都查出来 比如说 我现在呢 我文件已经存在了 我想使用 追压 APP 是不是 相当于 我再运行一次 我是不是又多了三行 你会发现 应该是这种效果 你看 是不是又多了三行 是吧 然后呢 我再 我再运行 是不是又多 又多三行 就是 每次都追压嘛 对不对 那再看 那这样的话 和诗语言的学习 就一样了嘛 那看这个 呃 这是APP啊 ATE 打开一个 依有的文件 文件指针 直线文件末尾 啊 这个 这个是相当于 打开一个 依存在文件 如果 不存在 是不是要报错啊 哎 那你肯定会问 老师 那怎么样 进行异常处理啊 是这意思吧 如果你打开一个文件 不存在 失败了 比如说 我用这种方式 打开一个 依有的文件 是这意思吧 你打开这个ATE 如果没有了 你是不是要报错啊 那你肯定会问 老师 那怎么样 让这条件 粘合在一块 对不对 看见了吗 看好了吧 是吧 那么我们做一下测试啊 iOS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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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打开一个 依存在的文件 是吧 ATE ATE 你说这个可 记不住啊 这是正常的 你这个 写个这么文件 这文件是不是不存在 对不对啊 那这 他应该是报错了吧 报错怎么报错啊 没法报错吧 这样是不是要进行检查 啊 这么检查 啊 这个时候我们的文档那边的油啊 这么检查 如果等于零表示失败了 是这意思吧 那不是 OK 还有这个 还有他 那等于零表着失败了 嗯 还有一个方式啊 往下 往地下还有啊 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演示的啊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这么 这么 飞他 飞表着失败了啊 那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飞他失败了 是吧 那 打开文件失败 是这意思吧 那那 再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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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7 变 你这样样的话 差不多了吧 那么我们试一下吧 那end 应该 reting 对不对 哎 他竟然堵出来了 那就他这个效果是没做好吧 那就看他的没做好吧 那不就这样 那这个下面 我们不管他啊 要不及便宜吧 哦 这是应该reting出来 对不对 故意吧 那就是看他了 看他函数 还不实 他结果他没有报错吧 没有报错 那总有报看一个有报错的吧 如果失败了 他就报错 他这个打开文件 嗯 他是新建的啊 新建了 那我们不用他 看总有报错的啊 你这个咱可以试一下 我们再看下面几个 再看下面的几个啊 这是 打开一个文件 如果文件存在 则删除 如果不存在 这个truck啊 truck 那这个是truck的方式 这个是二进制 这个是啊 这个二进制 看这个 打开一个 一存在的文件 如果文件不存在 打开失败 用这个吧 no place 对不对 还有no replace 那另外 他俩结合 是打开 一二进制方式 打开一个输入文件 他俩结合 是一二进制方式 打开一个输入文件 那这样的话 我们要用他俩 对不对 那那个试验 他那个没报错 那咱们也做不出来 是吧 那有报错的 那这个地方 这个最佳的 用这个最佳的 给我们试试吧 那他如果他 他要不报错 那也没办法 这个APP 这是这边的吗 不用他 看单看他 怎么报错 这个文件 肯定不存在这边 那我们走一把 看他是不是报错 走你 他还不报错 那你总也报错了 是吧 那我们先不试试了 创建那个有可能是报错 是吧 那个 nocreator 那么用了nocreator是是吧 用这个 用那个nocreator 那这个是iOS吧 fos是吧 输出吗 输出 呃 nocreator 他这 他这条 你看见吗 残留期面 没有 没有 是吧 那就先不测试了 他他有方法是测出来的 那我们先知道这个点哈 APP是这家 那这样的话 就是简单的输入输出啊 那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你看这个打开文件 嗯 搞定了 呃 关闭文件也没问题了 那对文件的读写呢 读写读写啊 这个 呃 这个也 这也我们给他做这个时间了啊 下面呢 我们再带来敲一个案例 敲哪一个 对二进制文件的读写的 啊 对二进制文件读写的啊 那这个呢 我们对二进制文件 呃 对二进制文件读写啊 他一般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什么呢 你看 一个名字 然后呢 进一个输入输出流 对不对啊 然后用二进制方式打开 那么我们 我们给他做一下吧 以免可以存对象 这个地方有一个专业数据 叫对象的水利化 对不对 对象的水利化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对象存到这个 存到这个 呃 文 文件里面 然后再读出来 给大家敲这个 这么一个案例啊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两个案例给他过掉 相当于我们把这个基本 基本的ABI 还是吧 给大家走了一遍 啊 在这个场景之下 我们怎么来呢 这么来 这个呢 我们 这样啊 搞定他 那这个时候呢 我应该是二进制方式吧 打开文件 二进制方式 应该啊 呃 并是吧 办理是吧 呃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呢 这是用二进制方式 方式打开这个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这样 贴是 二二 一一点 data 应该 应该 一一点 mdata 应该没有这个啊 data data 然后呢 这样呢 我们就打开这个文件了 打开这个文件以后呢 啊 我们看 如果失败 他打开文件失败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写吧 用他 做输出嘛 res res这个函数 是不是我们已经给他讲了 第一个 传一个差 一个内存手地址 第二个呢 呃 长度对吧 那 那我们就写了 那就这样 就是这个地方啊 那这个地方写一个 就是这么写吧 是吧 那我们 我们就见一个老师吧 这样呢 我们只能把一个对象搞进去 啊 这样因为我们在西加大线吧 可以 这个时候呢 你看好了 名词 那age 然后呢 插 注意呢 这个地方还比较特殊一点 这个地方呢 32 如果是指针 还有一点麻烦 我们呢 先来buff吧 这让来一个有餐过的喊说吧 那搞定他 啊 因为他和戏员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 我默认默认给你散散嘴 那呢 如果你没有 我默认给你来个空串 是吧 那 那么呢 来一个 来一个空串 空串 空串啊 空串 然后呢 再写个有餐过的喊说 那这个 硬子 A字 啊 插星 然后 嗯 那个 往那里 那 小号线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内幕 小号线内幕给考进去了 是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个A字等于这个A字 是吧 还得还得用这个Z字枝 啊 那我们不用Z字枝 再再小号线 是吧 那A字 就比较简单 那这个地方 我们再想小号线 是这意思吧 那这样呢 有了吧 你看 现在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老师 搞进去啊 那我们应该定义老师对象吧 T1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 嗯 31 然后呢 我看是 哦 名字放 那就这样吧 T31 可以吧 那我们可以再来个老师 T2 然后呢 32 是这意思吧 T2 然后在这个场景之下 是不是我可以写了 你写的时候 你可以 你看 他他写一个T1嘛 去地址T1 对不对 他不叫就一个差吗 你把它搞成什么呢 再转一下啊 在这个场景之下 Size off 是吧 Size off 然后呢 这个是T1吧 嗯 你可以连续的写两次嘛 是吧 你不管了 他会自动 能指针位移的 然后再来个T2 这样是不是要写进去了 写进以后呢 是不是要关闭他 关闭他 哎 得close 这么看来啊 和西元变成啊 差不多吧 嗯 ft变异吧 这样的话 我们 有 啊 这忘你管他 这样是mos差不多了吧 下面是不是要 要赌了 赌了 是不是我用那个 用这个吧 我们那个if 用这个 那我们建立一个读的吧 读的 读的 然后这样fe码 f name f name 在这里 然后这样的有了 有了 那我就是读吧 你怎么写的 就怎么读 那f dia read 是吧 ad read ok 那你要 是不是要分别内存啊 分别内存应该和他大小一样吧 所以说到你 你 你这样的 temp temp 如果 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要调用这个午餐过的函数啊 啊 你只能浪费他呗 那么他是不是要读到这个内存空间里面去啊 那 读在这个内存空间里面 看我怎么来的啊 是不是 temp 是这意思吧 然后再度场景之下 诶 他行 可以吧 那这样我们对象的序列化就可以了嘛 然后再度场景之下 是不是 嗯 读 然后呢 看着他 他是吧 啊 你我记不住啊 多好 你吧 多好啊 像是长度吧 长度应该 就是告诉歇歹兵器 你这个内存的打包内存长度是不大 对不对 那就是temp 呗 啊 就t查 就这个意思 对吧 都一样 然后呢 ok 这是读一次吧 读一次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他给输出出来了 那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来个play的函数啊 你就是 你发现这个是不是要比那个西元要方便 然后呢 再来他 诶 啊 奥斯 在这个场景之下 是不是啊 你把这个age 啊 age 然后呢 age 输出来吧 然后再来 然后呢 再来 内容吧 然后呢 再来 嗯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内容吧 然后呢 再来 end end 啊 搞定了 在这场景之下我们也在用它是吧 常常都是干气力活 插情 然后呢 在这个都读出来了吧 读出来以后呢 掉这个场所 这不可以吧 然后呢 是不是再可以再读啊 你两次嘛 然后呢 再读 然后再打印 ok fg编译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加个想 加一个回程号啊 他加了 那下面呢 我们读出来以后呢 是不是这个文件 是不是啊 就应该关闭了 close 哎 那这样就完了 那我们看啊 fg编译吧 啊 走 哎 是不是很爽啊 啊 防止你发现 自从对编程啊 再加上这 因为这个对象啊 里边啊 可以突破的 虚源含舍概念啊 你可以加上你的理念 然后同时呢 你可以把这个 呃 对象系列化 然后呢 再通在里边读出来 是在意思吧 嗯 然后你看 就是用二进制文件的读写 这个呢 是那个普通的文件的读写 那么你看 其实它也不是说 非常难 另外呢 为了扩充大家的读写 输入呢 我也给大家把这一块 你看 呃 也搞上了啊 大家呢 嗯 看 因为你看 我们讲完以后呢 你再看这个文件 应该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那另外呢 还有 作业 呃 大家把这作业啊 给完成了 呃 不难 为了降临大家的虚异难度 我呢 这个盘子 是吧 答案给你的 呃 你呢 呃 尽量消化 能跳到这 跳到这 这个地方啊 嗯 反正你结合这个电影体 我觉得这一套 ABI 喊说应该很好用 对不对 嗯 因为